再来关新市通勤的问题 金融市推动免费公车到底可不可行 市政府在考量一年要编列五亿元的预算 再加上担心会影响到客运和建车业者的生意 以目前的财政状况来说 应该是难以附和 市政府公车处长王朝青在事务会议上报告 如果市政府推行免费公车 将严重影响到其他客运业者的营运 尤其是对本市4087辆继承车司机的家庭生计 造成威胁 里面所牵涉的免费公车的实施 可能牵涉的层面蛮广的 那比较主要的两个面向 大概第一个就是对业者的冲击 对客运业者跟计程车业者 尤其计程车业者在7月份的时候 他们在全球是4087辆 那就是4000多个家庭 所以说实施免费公车 对他们的这些收入上的冲击跟缓弹 可能我们有在会中有做一个讨论 另外市政府公车处也评估 如果要实施免费公车 市政府一年要编列5亿元的预算 对于财政困难的市库 将会雪上加霜 那其实比较主要的一个面向 就是财政上的负担 因为整个实施免费公车的话 大概一年 市政府必须要编列5亿 5亿的一个预算 那以现在的财政情形来讲 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负担 市长张通龙表示 市政府必须全盘考量到 这两个难以实施免费公车的主要因素 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就业和生活 基隆市这个地区很狭隘 现在这个就业率就很低 假如说在用敏惠公车 对于4097辆 87 47辆的这个计程车 这些家庭 这个很大的冲击 我想特别强调 也请这部分 我们也请资料多给媒体来报导 让市民朋友知道 我们也很想来做免费公车 来照顾我们市民朋友 但是呢 我们目前的公车的这个票价 已经压得很低 我们主要是也想说 这个全面性的来照顾到 我们需要照顾的市民朋友 所以我们对于计程车这部分 我们也必须要临时转业的困难 第二个就是本身我们自己市政的财政 财政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 假如在这个雪上加双 那再多五亿多的话 那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市长也要求公车处长 要把难以实施免费公车的评估结果 向市议会方面清除报告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